我们的派派已经开播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IntoOne 尹浩宇的直播间 先让我们派派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IntoOne 派出尹浩宇 哈喽 那今天的日子非常的特别吗 今天是冬至 对之前有没有了解过 冬至是个什么样的节日 我冬至就是 就是那个白天要最短对吧 然后那个黑天最长 你的你的你的那个理解非常的专业 我还以为在普通人的想法里 冬至就是吃什么的日子 啊对还有还有冬至要穿 开始穿秋裤因为很冷 然后你今天穿秋裤了吗 我今天没穿 明天穿吧 然后然后 因为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天 要吃很多很多东西 对嗯 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 我们冬至一定要吃的饺子和汤圆啊 兼顾南北方的口味 哦 那我们呢现在聊一聊近况吧 嗯 最近是在练习我们的新歌吗 因为我们的新专辑呢 也开始陆续的在啊公布 然后我们练习新歌的感觉怎么样呢 跟我们聊一聊 啊 其实我们第二个专辑有我们点睛是发出来 就是上线了对 然后呃这个是对我来说第一次我练那个中国风的舞蹈 然后我其实觉得很很有意思 因为大部分我们跳的是就是like hiphop 就是有有那种感觉 但是这次学到中国风的舞蹈就是有慢有快的那种就是很有意思 对 然后我觉得舞蹈很棒 跟之前的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中国风的融入哈 对 我们后面可以慢慢来深聊看看这个中国风 嗯 然后看到你的新Vlog 其实是去了天津嘛 啊 然后也算是更深入的了解了一下中国的那个人文风貌 在天津你觉得啊好玩吗 有你记忆特别深刻的这个景点吗 我觉得这次来到天津我觉得很完美 哈哈哈因为去了要吃那个煎饼果子 然后我想吃因为我那我我我以前就是哥哥们去去天津 然后他们买了那个煎饼果子 然后我吃了我觉得很好吃 但是有点冷因为从天津来到呃北京有点长时间 然后他已经冷了 所以这次我想自己去买一买 然后那个店就关了 然后去去什么古古文化节 也有吃很多东西 有吃炸糕 有吃狗不离包子 对 然后天津麻花 对 然后去天津 哎 不是天津也对 但是那个他的灯也关了 所以这次去这个trip有一点 不是100%成功 嗯 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对 对 嗯 那说明啊一般有遗憾去的地方就说明你还有机会可以再去弥补这个遗憾对不对 对 好那今天啊来到我们呃银浩宇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也开始要注意一下我们右上角呢即将会释出我们的一个呃幸运助者抽奖会送出派派的一个神秘惊喜 大家记得要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还有银行李 还有红烧肉 今天有什么惊喜要给大家的吗 今天 今天今天其实没有什么惊喜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秘密要告诉大家 就是其实今天是12月21号对吧 然后今天是冬冬至冬至 但是今天也是对我老师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天 因为今天是我一周来到中国 就是我去年对吧 去年是2月21号上飞机来到中国 是一个在中国的一周年的 所以今天就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 怎么说呢就是 Celebrate这一天就是一起一周年在中国 好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冬至嘛 今天也是我们派派来到中国一周年这个纪念日 然后我们呢也准备了一些我们中国冬至很特色的小吃 可以先对先带着盖子放在镜头面前给展示一下 可以让大家猜一下是什么 虽然其实应该很明显 对其实也很明显 哈哈哈 已经完全看见 哎但是虽然他们的表面一样 但其实就是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3 然后还有6 然后这几个谢谢 4 4跟5 对 好 然后呢我们这一轮就是也不会不给你吃的 毕竟冬至嘛 我们呃一定要在传统节日之间宴请一下 让你吃一下我们传统会吃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游戏的规则呢是看你手边的这个骰子 这个骰子 嗯我们先来制个骰子 然后来决定吃哪一个 ok我就随便开始对吧 yeah 2 2 2号 好 那我就开始试一试哦 是打开 打开 你可以先闻一闻味道 有没有觉得它是什么馅的 嗯 是不是猪肉 应该是吧 来我们一起试一试 嗯 其实我觉得我喜欢冬至因为可以吃饭 就是我有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吃很多很多东西 ok em 我就用这个吧 可以用快 嗯 谢谢 筷子 来 嗯 这是猪肉 猪肉 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 嗯 一个一个佐料吧 嗯 嗯 这个做什么 是猪肉 大葱 大葱那个安年食 啊 嗯嗯嗯 对 嗯 你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很好吃 你一般会爱放肆就是沾醋吃 你可以尝试一下 平吃 呃 小心不要剪刀 哎 嗯 ok 嗯 沾醋吃的话可以就相对的味道来我再再吃一个可以吧对吧 对 如果你后面再想多吃的话可就要来做游戏了啊 啊 一个游戏 哎 我们今天一定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送足福利 行 嗯 好 ok 品尝完了我们的猪肉大葱味的 然后我们再来制一个骰子看看下一个 二 二 哈哈 为什么这么多次就是这个冥冥中的指引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先进行个挑战再继续吃 好 好不好 好 嗯来我们一共有三个小挑战啊 一个是清唱一小段最近的最近爱听的歌曲 第二个是使用一个可爱的道具五连拍 嗯还有一个就是录制一个起床和晚安的铃声 你可以先选择一下 那我先选 选 说早上早安晚安吧 嗯 好来对着我们的镜头啊 对镜头说 对 我们的我们的 我以为要录 对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可能就是最佳福利时间决定可以录下来给自己用吗 很实用 这个就做饺子 饺子对吧 对 ok 好 早上好 嗯 我刚刚起床然后我做了饺子给你吃 然后你可以尝一尝我觉得很好吃 然后一会我们一起出去玩一玩 好吧 快起床 哇你这个录完了真的是感觉 已经把一天都安排完了 起床完了就是吃饭 好你也再多吃一点 因为弹幕在说快快快凉了 这个凉的快 可以多吃一点 好 然后刚刚知道了多少 后来知道了四 四对 四是一个不是饺子的东西 嗯 打开尝一尝 这个是汤圆 嗯对吧之前吃过了是不是 汤圆 但是他的口味会不太一样哦 啊 我知道这个但是中文怎么说呢 我知道他他以红豆沙 啊啊啊 对对对红豆 ok 好像一个吃播 哈哈哈 很幸福在冬至今天跟大家一起吃吗 看 我还有发泰文弹幕的我都读不懂 是吗 嗯真的有哇 嗯 好吃 看弹幕都说你太瘦了多吃一点 真的吗 今天来吃多多来来多吃一点对是对的吗 对的嗯好 好的这个就是红豆沙 红豆沙 嗯汤圆红豆沙 对 好 哎 其实嗯 这两个 汤圆是 南方对吧 嗯 然后 饺子就是北方 嗯 他们有不同的偏好 南方人会一般喜食甜的一点 北方人会喜欢咸的多一点 嗯 然后我们来进行下一轮那些伞子 OK 漂亮 也是一个汤圆 但是不同的馅儿 哦 他是这样开 ok ok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嗯对 这个最好一口吃哦 因为他是一口 会流出来的馅儿 哦 他是在里面就那个黑黑 嗯 这个我认识我在创 对我也吃 过 嗯嗯 这个很好吃 这个很好吃 这个和红豆的哪个好吃 我觉得这个 其实都很好吃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以前 吃过这个 这个怎么说 这个是黑芝麻就是 西斯米 嗯 黑芝麻 嗯 很好吃 嗯 OK 这个会想多吃两口吗 来让我们 我一会吃 好 我先我先尝试别的 来再制一个菜 5 还是5 那我们就来 既然水到其成了 那我们就来 要不唱首歌吧这次 好 清唱两句 我想一想 要唱什么歌呢 嗯 我最近发了一首歌 就是 亲爱的你在哪里 就是可以去听一听 谁还没听 我就现在唱了 嗯 亲爱的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在哪里 怎么能放弃 最好不容易 飞进一期 我们才终于在一起 亲爱的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在哪里 别轻言放弃 最后你约定 不管哪里 不用怕有我一直在 陪你 好 好听弹幕都说超级好听 谢谢大家 然后还有问你腿好了吗 我腿好了吗 我最近腿 嗯 已经更好了 因为我最近在 stretch 就是多热身吧 对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点 嗯 身体还没准备 对 然后这个有点受伤 但是 现在很好了 已经恢复的很好 可以多吃一点东西 恢复元气 来让我们继续制 制 好 6 6 来又是一个新品汤圆的味道 这个就是 你能大概闻出什么味道吗 好像一个雷茶 很像我来茶我喝过的一个茶 哈哈哈 ok ok 我先试一试吧 嗯就是 啊 他的馅的味道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汤汁的味道不一样 是不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 里面是那个 黑 芝麻 黑芝麻 然后但是他的汤 不一样 能尝出汤是什么味道的 嗯 嗯 怎么说来过 Nuts 嗯坚果吗 嗯 嗯 actually它是 Brown sugar ginger 啊 啊 对对对对对 Ginger对 这好好闻了 好的 现在三款汤圆都吃过了 你觉得最爱的是哪一个 最爱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 嗯 其实都很好吃 但是我觉得最好吃的应该是 这个吧 这个对 因为 他他这两个就是里面 他都是那个黑 叫黑黑芝麻 对 但是这个汤特别特别好 嗯 好闻 对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嗯 最爱的就是这个红糖生姜 红糖生生生 生姜 就是生姜 对 ok 然后再来下一轮好 什么不要以为我看不到就偷偷 一 一哈 到一了 来尝一尝一 这个就是饺子 他里面是不是那个 你先尝一下 这个可能也会有 嗯 他有shrimp在里面 对 他是一个shrimp 他是不是 like sifu的那种 对 他是那种现剥的虾仁 是虾仁馅的饺子 嗯 你觉得虾仁的和猪肉的那个好吃 多少吃但是我觉得 我可能更prefer的是猪肉 果然是10毕竟是爱上红烧肉的人 嗯 好现在就只剩3还没有揭晓 一定要制到3位置 哈哈哈 好你先吃吃完了我再做最后一个 ok 这个就是 ok我我吃完了 嗯 嗯 能尝出来是什么馅的吗 是什么 他叫霸鱼 是 嗯北方这边很特有的 他是 嗯 spanish 嗯 kindle fish 嗯嗯嗯就是很鱼的味道 嗯 因为这个是相对北方吃的会比较多的一种馅 嗯嗯 然后你是不太爱蘸醋的类型是吗 你喜欢直接吃 我喜欢 这个最喜欢的是pork是吧 yeah 好就是 现在呢我们来完成最后一个挑战 就是可爱五连拍完成完了呢 这些你就可以都随便的开始吃了 好就是都吃一会 ok 来我们五连拍 用是不是有水 对 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道具 要不就用我们可爱的小六 我们抱着他来做一个五连拍的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用那边的 那边的 可以的 你想要选什么 ok我看一下 我选一下这个吧 啊 都来 都来都来 ok 谢谢 ok喝一口水 好的 现在 哎呀五张 对 好的可以先选个道具啊 这个真的很适合很可爱 你这个是准备拍一张还是拍五张 就五一张吧先一张 好来让我们我数三二一你摆出pose啊 他是他做的什么 ok我做这个吧 三二一 好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截图了啊 大好机会 好下一个第二张 这样吧 太可爱了上面是小龙虾 好 嗯应该做什么动作 三二一 就是懵懵的就很可爱 你看弹幕都在说太可爱了 哎呀妈呀 ok ok 好下一个 完了下面造型是要打人的 ok来 下一个我做一个 我们来比一个新 赶紧截图啦观众朋友们 好ok来 再下一个动作 啊 好啊 我近距离的暴击啊 好 好 再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 再思考一下他吧 来 拿起来我们的小快 哇给小快取暖 太可爱了 哈哈哈 这好可以 因为但我说你已经耳朵都红了 啊 ok 好了好了不逗了 那赶紧吃一点 赶紧吃一点 好对我们冬至这天还是要多吃一点东西 这个真的很好吃 嗯 我们来享受美食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来 问一点小小的问题 好 嗯因为刚刚的发现你对冬至非常的了解 如果在之前呢提到冬至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想到的是它是什么太阳日照的这个东西吗 嗯 或者你今年冬至就是如果说从吃的方面来说 你今年冬至更爱吃饺子还是汤圆二选一的话 哎呀 我觉得如果是其实都很好吃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饺子的话我要选猪肉 如果是汤圆的话我要选这个汤圆 对 这个很好很好喝很好吃 对 但是如果是别的东西 我有我今天有在网上找到一句话 我觉得很适合啊那个冬至 因为冬至它的黑天是最长的对吧 我看到一个一句话他说 今天是我想你的夜最长 哎 怎么说 哎呀啊怎么说 对 应该是吧 今天 土味情花卡壳了 今天 今天 我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 今天 是我想你的夜最长 因为今天的夜就是晚上是最长的时间 所以就我觉得很好对 非常浪漫非常浪漫 哎除了除了冬至你还知道哪一些比较传统的节日呢 春节还有月饼节 嗯就是中秋节 嗯对 然后嗯你也如果说到这些就是这两个很传统的节日的话 像呃因为你刚刚也说月饼节吗 就是如果比起来月饼和我们冬至吃的饺子和汤圆的话 你想选哪一个啊都选吧都太爱吃了是吧 对对对对因为觉得每一个嗯 中重要的一句就是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食物对 所以就都吃嗯 所以就是很有意识感 嗯那我们因为要进入下一个环节 所以你现在要选择一下留下来你最爱吃的那个东西放在我们跟前 这样你可能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记脸个放在这吧 对好 然后我们其他的可以暂时呢先吹到我们的右手边 好的嗯 放在这边就打了对嗯 ok 谢谢 好我们下面的一个环节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大家应该也看到了我们的站内的一个真稿和预热的活动 叫做自称一派DIY 然后呢截至到刚刚的话站内应该有超过千份的通稿了就是大家想要让你设计的这样的元素和内容 哦 来我们先拿到这个今天的设计的这个谢谢道具啊 ok ok 对我们要在这个白梯上来发挥我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天分了 你知道我们站内前三给你投出来的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也展示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们intone的一个一个图然后有一个小兔子一个小兔子好可以 然后有一个这个就是自画像我对就是我好可以然后我就画在这个T恤上对 做一个元素的融合然后你可以来发动小脑筋想一想看看怎么样才能把它们融合好 然后可以拿起我们的画笔和颜料来尝试作画一下好的 谢谢来我们要开始我们要开始画了开始创作也可以时不时吃两口 可以 嗯 嗯 嗯 我们从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设想是把它想画的我先画画我在中间然后我用这个颜色吧 还是熟悉的蓝色对为什么很爱用蓝色画自己因为蓝色就是可以表达 怎么说海洋不是那对海洋就是ocean然后我很喜欢的ocean我觉得可以表达 这个人所以我就用蓝色但是我要做的很丑所以别有什么 expectation 我开始了我开始了好专心的创作一会 来在发挥的时候我们也稍微就是比较cancel的聊一聊 嗯在像刚刚吃完那个饺子和元宵吗你在中国刚刚说最爱吃的那道菜是红烧肉还有拌面是吧现在最爱的那你会尝试去学着做饭吗 我做饭吗其实我觉得我没必要做饭因为我在家有元哥 有一个他真的做饭特别特别好吃我自己尽量做的我也觉得没关系他他做的就是真的尊重他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对他真的太好了因为有一些有些时候我们我们回家很晚然后我们都很饿然后我就可能要说啊好想吃呃面然后他就是要说好那我做面然后他要问所有人在家问所有人然后就我们就一起吃面就是特别特别好 真的很很喜欢这种氛围就是对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即使是凌晨几点但是我们就一起做做下来吃饭我觉得很很好这个氛围 对那嗯哎这个问题的跳度有点大但是正好跟你设计的这个东西有关就是因为看到你很爱DIY包括之前在快速上也发过用气球DIY的衣服啊所以对吧就是你平常这个对于穿搭方面是有什么样自己特别偏好的吗就是我风格吗嗯我的风格其实是呃 嗯我喜欢一些就是简单的衣服啊然后可能加一些就是highlight在上面比如说一个像一个胸针对就是让这个衣服看起来更的不不不不不不其实你知道吗就很像很像呃我们我们那个点睛那首歌就是我们湿湿湿头对吧已经很漂亮了但是点睛的时候加一些小小的 但是点睛的highlight的时候他要怎么说呢就是活起来对就是跟我衣服一样就是他可以让这个衣服有一个highlight有亮点对有亮点嗯那日常是不是也很喜欢DIY呢日常其实很喜欢他开始从嗯我我来中国以前有一个朋友然后嗯他也很喜欢时尚跟我一样 然后然后他想做一个小小的礼物给我因为我要来中国我们可能要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然后他做给我了是一个就是这样的T恤然后他画一些小小的东西跟写一些东西下来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每次看到这个T恤还是你穿这个T恤 你就是你就是很感动的那种对所以就会想到他对所以我以后就是也有时间嗯有有时候我就是做一个小小的礼物给我朋友然后有时候我写写下来一个小小的古诗呃还是有一些嗯画一些小小的pictures一个小小的照片对 个图片相ект colours一个人呢然后是这样的对集合 东西制的错 Bandu上去表明一 restrictive 所以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还有包括自己的文字在上面的话就会更有一个设计的感觉眼中是的话ной内容我写去你的广名字而且它就是我的那种一种第一十五点нач의 strata 所以其实,你一定会有这个展示随力的良品一样的那种其他普通是一个配合不到的概念 monách 所以我 think�网说的是我那么代表一下还有一种后就是我的4点花贤好的 黑白发的那种该有很多这样的东西都是多分享一个长的评讯义可以的话 啊这是什么 就是照片墙 你不想去DIY那个照片墙吗 照片墙 就是把自己的照片全部都贴在一起 然后给他做一个装饰 我的在我的墙在我房间对吧 对对其实他他有加更多的一些照片 有想给他换一个什么元素设计吗 元素是其实他还是在我那个灯下面 然后我就加很多很多的照片 但是他他以前有一些少的地方 现在有更多的地方 因为我换了我的床 还有换了我的就是那个衣架全部换了 对所以现在我房间跟你前是不一样的 好那期待你有机会来给我们做个room tour 好 对对你今天自己的造型很满意吗 有没有什么就是阐释一下今天的造型 今天今天很满意 然后我刚刚问你们就是我应该做什么造型 因为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什么造型 所以问你们然后你们说是做小小卷卷的 然后放下来对吧 所以说的到了哦 你看就是发了问题粉丝答了之后呢 我们立刻就来实现了 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呃来互动 然后今天这个衣服属于全是亮点 是不是 对 因为很bling bling 对就是最开始有别的衣服 但是我觉得嗯 穿那个全黑今天穿了黑色裤子 然后这个黑色 然后我加了我的项链 跟我的戒指 然后有一个这个 嗯 bling bling一点的一个外套 我觉得很很大很完美 嗯 又有亮点 但里面其实很低调的感觉 对 我自己说我我搭很完美好自信哦 哈哈哈真的很完美啊 哈哈哈 这沉不漆我 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进度如何 哎呀我好慢哦 等一下哦 我刚刚就是边说边画有一点慢 没事 来可以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创作的这个 你看大幕在说怎么样都好看 嘿嘿 都说非常喜欢你的卷毛 谢谢大家谢谢 哈哈哈 我现在就正在创作卷毛了是不是 对我就是在画那个卷毛 但我想哎呀这个 好像不是一个人 哈哈哈哈 就是 大幕都在说怎么又是火柴人 这个啊啊就看到了哎呀 对 这个就真的嗯哼哼哼 好像你在吹头发的时候 那个东西 噗然后就 哎呀没事没事 还行吧 对吧 对我说怎样都可爱 遗数 没有错 所以 嗯 ok 我现在画完了 我 画完了自己 对我自己 然后下一个我要画一个 一个 小兔子 小兔子我们用的 嗯 用什么颜色 你想要画什么颜色的小兔子 嗯 他是个活泼的还是个比较可爱的 这个红色的吗 这个红配蓝 非常醒目 ok 要放在哪里 ok 放在这呢 yup 是你牵着这个小兔子的意思吗 对 就是这个小兔子跟我就是一起一起出去玩 对 哎呀用虎做话有点可怕 哎呀 没事 还行还行这个表偏橘色 可能可能因为粉色会稍微好一点 没事我加我加一点点就是绿色在下面了 就是有草地对 哎对 可以用这个那个杯子里的水涮一下 比如果颜色有串掉的话 哦好 然后在纸上稍微一把水吸 今天你们动质做了什么 吃了什么可以 大家可以积极的在弹幕上互动一下 有你想问的问题 对 或者发一下怎么动质做了什么 嗯 大慕说你的颜色搭配自己穿的很黑 但是给这个衣服画的是红配绿 还配蓝色很鲜艳 加一点点哦 好 现在我们的兔子就应该结束了 吧 兔子已经结束了 对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就是我们in two one 然后正好这是一张新专辑的对 是这个然后我要选黄色因为我们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黄色 就是另一个亮的嗯 你这个衣服真的很彩很彩虹色对 什么颜色都有很丰富 好的 来 准备把这个放在什么地方呢 左手一个兔子 右手一个in two one 说你这张这个衣服这所有颜色都提起了 呵呵 ok 我这个还原度很高很高非常高 来鼓掌鼓掌 行吧行吧 可以给我们镜头来展示一下这一件 刚刚完成的创作 三 叉叉叉叉 大家这个就是 不是来这边 就是由 由 我 我有小小的兔子这边 然后有in two one的在这里 对 是不是可以吧 这个真的画得很还原 谢谢 每个都能看得出来 非常有创作的天分 要差一点 谢谢谢谢 没事 来我们除了满足我们粉丝朋友在我们的那个快手的话题区 做的一些投稿的想象啊 还有 好 我们还有一件这个创作呢 是想让派派来自己发挥一下 然后来看看我们粉丝朋友能不能解读出你其中的意思 OK 这是我自己画了一个对不对 对 然后你可以画的时候 先不给不告诉他们我画的是什么 然后让他们来猜一猜你画的是什么 OK OK我有一个很好的小粉 好 然后让我们让我们让我们来拭目以待看看他们会画什么 来正好 那我们就再cancel的聊一些 OK 刚才说到颜色啊 因为你上一个衣服用的颜色实在是非常的colorful 耶你对自己的发色满意吗 现在会想要再尝试更多新的发色 其实最近我觉得很满意我 我我以前有尝试一下就是 嗯怎么说呢就是金色的一点点跟棕色一点的头发 但是现在我就是回来我original就是我原来就是黑色的头发 我觉得嗯很满意吧 所以相对那个colorful的头发更喜欢黑色的头发 哦我以前也有蓝色的头发 对 特别喜欢对 如果有机会尝试的话还会有更想新尝试的头发 啊对对对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就就尝试一下 继续蓝色吗还是要换个颜色 啊可能先看你看吧 可能是小小的惊喜给大家 对因为小小的惊喜大家可以期待啊 哪天说不定就换了一头非常彩色的头发出现 哈哈哈 哦还有我以前做的粉色 这个也蛮好玩的 也许哪天就出现就是彩虹色的头 嗯 哎如果嗯 你现在你觉得自己最满意的五官是哪个部分 五官 嗯就是脸上的五官 我觉得是我的眼神 眼睛对我觉得是我的眼神 即使我近视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我的眼神 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近视就会看谁都很深情 嗯 是是是 所以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 你会给这个打几分 给自己打几分 嗯 我自己吗我觉得我给我给我自己可能是五分吧 这么低吗 就是五分就很很中间啊 就是你这样大家怎么活 就是学就是我觉得五分 他的意思就是你学了五个 steps 五个度 但是你还可以学了更多更多 就是有进步的空间 对对有进步的空间 最近有涨高吗 最近有涨 最近有涨高吗 我觉得 如果 我们 in21有一个舞台 你可以来看一看 然后在舞台上 你可以看一看我涨高了吗 嗯 腿肠突然肠出了很大一劫 对 你最近有特别常用的口头肠吗 口什么口肠口肠 我其实一直说的是like 哎呀哎呀妈 我一直说这个哎呀妈呀 对还有什么 嗯 对大部分就说这个 之前有一个人说你们自己都在说好家伙 哈是 这个也说 我觉得最近也会说是不是 对 然后 我们来看看弹幕 我弹幕已经说已经涨高了 都看到已经看到你在 真假的 最近 对 嘿嘿嘿嘿 涨高了 哎呀这个蛮好看的 是已经 还有多少时间 做这个 哇你这个哇你这个很有艺术 我没有我没有like 就是我可以随便随便画的吧 没有说需要五分钟成功 对非常 没有时间限制你就一直画到自己满意就好 行 来给粉丝朋友们看一下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弹幕上 对你们可以猜一猜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是一个东西我很喜欢 来猜不出来的就不合格了赶紧来在弹幕上发起来 我哎已经好像有人猜出来了 他们说的什么 说城市星光山水化 哎呀 已经猜中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说 不说先 快大家继续猜起来 先等一下 OK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长城 完了说对了吗 不知道 我也太烦了吧 再卖个罐子啊 大家继续来猜一猜 你这这个配色很好看 谢谢 谢谢 你一下子让这个衣服增值了 呵呵 嗯 等一下哦 谁这个颜色 嗯 嗯还是这个颜色 这没有也太慢了吧 真的好慢 没事创作是需要时间的 OK 果然感觉你画比较写意的东西 会比写实的更好 呵呵 刚刚那种写实的就 就是火柴人风格 这个就真的哦 非常艺术 这个一会我要告诉你们 她 她的 灵感 来自哪 等一下等一下 还没结束 没关系 大家都很期待 因为现在弹幕都在积极精彩 其实很喜欢画衣服 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衣服就是 它是一个方法 你可以表达你想说什么东西 有时候可能没有机会说 但是你穿的这个衣服 就是它可以帮你说一些句话 就是表达你的态度 就是表达你的态度 对 对你这个人的品味 一些东西 还有人猜重庆山城 小而不语等你公布答案 是重庆的夜景吗 感觉是不是已经很接近答案了 哼哼哼也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哼哼哼 筷子输了筷子输了 等一下 弹幕怎么还有人猜西红柿鸡蛋 是不是来砸场的 什么鸡蛋 他猜西红柿鸡蛋 对 是看到这个上面的月亮觉得像吗 他不是鸡蛋 我我现在说 他不是鸡蛋 把孩子逼的你看赶紧澄清 OK快快快快快 等一下等一下 没事没事不着急 我弹幕已经开始发股市了 白日一山镜 哈哈 是不是 我们的创作即将要揭开他的神秘的面材了 我们的创作即将要揭开他的神秘的面材了 哎呀 哎呀这个角度 哈哈 哈哈哈 OK 这个画法是 现在是在运燃是吗 这个就是完美的画法 你看快接触了大家还有什么答案可以在弹幕上多发现在可以说我一会就我现在已经是北京第四名人气榜很高 弹幕说是逐渐暴躁了好放牌的艺术 很突压风格 插一下手插一下手 好那 我觉得刚刚有人就是猜对了 已经有人猜对了吗 对我觉得 其实OK 来我要告诉你们这个灵感 要告诉正确的答案 来 就是这个 它来自从我最近在听一首歌 然后它是叫做Moon 从 Kanye West的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让我想到 我那个时候 我以前去过重庆 然后在重庆我在一个 那个 等一下我在想我不想spoiler 我想一下怎么说 我以前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看了重庆的 嗯 风景 然后就是有 很多很多它的那个就是很多的高楼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灯 嗯 然后因为那首歌叫做Moon对吧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小小的 月亮 对一个月亮在上面 然后其实这首歌就让我觉得 就是很很很放松 就是那种你在一个很高的天台 然后你看就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的一个风景 然后你跟你朋友坐在一起 然后就一起聊天 一起享受这个氛围 然后就有什么工作有什么很难的什么东西 在想 在你脑子里 你就可以放下来 然后就只有直接只有在这个moment 你那个时候再跟你朋友 我刚刚说的是还行吗 就是听懂吗还是 享受当下 享受当下 对对对对 如果听不懂对不起 没关系大家听得懂 对所以 哎呀我其实很喜欢这个 对这个真的画的非常好 对所以就是一个 一个城市 对这个时候就感觉这个两个 简直不是一个人画的 他们可以你们可以 就是呃评论一下你们觉得 你们喜欢喜欢哪种画风 对我觉得肯定是城市这个pick的比较多吧 大家可能应该都会喜欢这一幅 极力推荐这一幅 对就可以说 但这两个画风确实真的都很 这两个画风真的差很多 对说明你哪一种 要穿 对哪一种都可以驾驭说明 对 好我们在设计这件事情上是游刃有余的 嗯然后可以还还想吃吗 可以再吃一点啊 感觉如果冷了可能就不太好吃了 所以看趁他还热的时候吃 如果实在冷了就不用强套 来我们下一个环节是 我们下一个环节要 来做一个小小的竞猜了 我们呢要考验考验你的眼 我们每一道题目呢有五秒钟的时间 我们先给镜头看一下看完了之后呢 自己看 然后在五秒钟之内 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就算挑战失败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福利环节 也就算小城吧 只有五秒钟 对只有五秒钟啊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要从一样的图案里找到不一样的 嗯我觉得还算比较简单 是不是让我们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先看一下啊 来好的来我们交到你手上 我要开始计时喽 等一下等一下 先让我呼吸一下 好来深呼吸 准备 趟趟的撇了一眼 不能作弊啊来准备 五开始 五四 这个三 哎走很快 哎呀 太厉害了 有没有偷偷撇一眼 对就是这个 好下一个 来我要先来给我们的 观众朋友们看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哈 好来给到你 我要准备开始 我们有几个 一共五个 有五个对吧 嗯 来计时 这个 你你敲敲的看了好几眼是不是 这个 一眼就找到了 来再下一个 好 这个也好简单 我感觉你会一秒钟去找到 准备五四 是 这个 完了这个环境要整个环境卡掉 你的眼睛这么好吗 不是说好是 近视 是不是你从反光里面找到的 哈哈 没有啊 来我 谢谢 四 三 二 一好嘞 今天让你惩罚上了 等一下他在哪里啊 啊 在这里 这个 这个 我今天已经完成了要让你受惩罚的任务就可以了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直接看吧 好 五四 四 三 哎呦你好快啊 他头发有点 中分 五对 哇你真的好快啊 还好还好刚刚那个挽救了这个这个游戏 好那有一个 那我 有什么 什么 怎么说呢 因为刚刚 对就是小小的什么 因为刚刚就是弹幕评论说想要听你唱歌的人非常多 能不能再就是轻轻和我们哼一段最近听的最多的歌 嗯 ragang 还有多 还有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只知远戬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也等着和你相遇 环游的星 星星怎么可以拥有你 谢谢 非常好听 大幕在说YYDS 谢谢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那个Bonus环节 就是刚刚展现了我们这个平面设计的那个技巧 可能我们粉丝朋友很好奇我们立体剪裁的这个技巧 因为我们的时间快要到了 我们就简单的给我们的小块和小六玩偶来给他们做一个简单的小衣服 好 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彩色的纸来给他们不管是做小裙子小背心也好 就随便做衣服对吧 对就是把它们装饰一下 然后呢在最后的几分钟里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可以在弹幕上来再打起来 okok 哇他们都说时间过得也太快了还想再看一会儿 哦又是蓝色你最爱的蓝色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浴巾的穿法 哇哦 这是一个披风 啊没事刚刚 哎呦哎呦不好刚刚暴露什么我们都没听到 没有没有没有 刚刚怎么说 哎呦是是是 很开心了很开心了唱开心了唱开心了 刚刚是一个okok刚刚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是个bgm 就是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 嗯嗯对是手机放出来的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继续产生一下这个这个装饰的含义 一个很老听那个可能快快要发出去发出来 来敬请期待 几个 ok 我想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蓝配绿的已经 嗯 这个这个没有身体的人 哎我有什么tape吗 哦有 有 双面胶 对 谢谢 谁还没看点睛 可以去快快点去听点睛啊 在快手搜索点睛就可以看到那个歌曲已经上架了 大家可以在视频里多多的使用 对 都用我们新歌来做自己的bgm 还有我最近有发一个视频在在快手是那个啊 我有一个雨伞然后就对 撑起来就其实我很喜欢那首歌 他就做时间 时间主语对 我觉得很好听 然后我在想要cover他吗 在想不过你们觉得应该cover可以 对 快在想要听时间主语 拍拍cover版本的赶紧在弹幕上啊刷起来 那条也真的非常的帅 那条那个撑起来的变装非常的帅 还有谁没看那条视频呢赶紧去点赞 哈哈哈哈 你看他们都说要要要好好好 立刻就要听 怎么了这个交不够长 ok 不要我 不要我 在想要怎么放他 不要我 在想要怎么放他 这个是蓝色浴袍造型 啊 做错了 做错了才行 ok 行 我这个 这个是蓝绿双侠 我就 我给他一个名字 这个我叫他 我叫他 Into One 因为 他是Superman 更正在好玩 We are into one 对 可以 这个非常非常符合 然后下一个我就是 我叫他 你起名字师叔没有用心 我就做他 Mika吧 因为他的头发 因为Mika就是我有个小小的 nick name 要给他就是kibi 然后 对他是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绿色的头发 因为今天是Mika的生日 然后我就希望Mika可以很开心 然后Mika很棒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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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绿色的头发 爱爱你哥 对 哦对 今天正好是Mika的生日 然后我们来祝Mika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Woo 祝你生日快乐 Mika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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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粉丝朋友们应该悄悄的把这段音频录下来自己用了 好我们两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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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大部分 没事没事 大家都在说你的设计非常 开始关心 没有没有挺好的 好 好就是因为我们的直播呢也要进入尾声了 然后正好呢这一年也要进入尾声了吗 就是在2022年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2022年有什么期待 我就希望我们突然有更多更多的舞台 然后可以给大家听我们第二个专辑的歌 会想要说给2021年的自己说一些什么样的寄语吗 就比如说2021年有什么还没有完成的 然后我会希望在之后能有机会做到 啊 还没完成 我就是觉得2021就很 其实2021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就希望在2022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事情 然后最重要2021我们就是 我们在这个旅程我们就是在一起 然后就希望在2022可以一起继续这个旅程 好 呃我们的直播呢也进入了尾声 然后还有30秒的时间 我们右上角就要开讲了 然后呃我们中奖的朋友呢 一定要记得把自己的私信打开 因为这样我们的官号才能联系到你 然后获得我们银号语给出的一个惊喜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创作呢 然后请我们的派派给他们留下 用这个拍李德给他们留下你的创作 哦这是拍我对吧 对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合照 或者说就是拿着他 或者说你自己自拍都可以 就是留下今天这个美好的回忆 ok 就可以直接拍了吧 对对带着我们的 into one 好 一二三 ok 真的很快哎 好今天的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呢 我们呢也快要下播了 要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说再见了 那让我们最后把这个照片显现出来 给大家来看一下 嗯 我们呢就差不多要结束 我们今天的直播了 对先给大家搓一搓 好 其实今天真的很开心 可以跟大家来见面 在这个直播 嗯 因为今天也是就是一周年来到中国 然后我想感谢大家一直来支持我 然后希望我们未来也可以一起 就是有很多很多好玩的舞台 然后一起加油 谢谢 我们的照片有出现吗 哎呀看起来好少 不会 嗯好可爱看 限定的拍立得大家可以立刻截图 这个应该会被他本人自己收藏 所以大家只能只能靠截图了 今天一个冬至呢 就冬至的一个派对的就结束了 嗯 行 真的很爱拍 可能拍个更好的版本出来 好 好我们最后呢跟粉丝朋友们说一下再见 我们就要下播啦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你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 然后明天见拜拜 好我们的那个抽奖结果也出来了 大家要记得自己截屏哦 好拜拜 拜拜